台湾多8人确诊 大部分属于输入病例 累计108人染病 蔡英文总统强调台湾的物资充足 也能够应对经济的冲击 对于北京批评台湾以疫谋度 蔡英文说是狭崖的想法 驻台湾记者欧国勤报道 台湾8宗新增确诊个案里面 7宗属于境外输入 患者度过埃及、美国、奥地利、捷克和法国 一年几日出现多宗病例 社会气氛再度紧张 有民众到超级市场抢厕纸 股市就连续10日下跌 蔡英文总统强调防疫和民生物资充足 经济基本免疫好 资金充配、国安基金会密切注视 她呼吁民众配合防疫规定 不要愁视居家检疫人士 从台湾发布第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的案例 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 未来的14天是第二阶段防疫的关键期 她也提及台湾和美国在台协会 共同发表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合作抗疫 也说很多国家都有意与台湾合作 对于大陆批评台湾以疫谋毒 她认为无助国际抗疫 只有充分的国际合作才能够确保全世界赢得这次的战役 那么有些人说所谓的以疫谋毒这些说法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反映出有些人 是以政治为思考的狭隘的心态 那么无益于疫情的防止 蔡英文又批评 世卫没有充分发挥领导全球防疫的角色 造成疫情在国际蔓延 暴先电视朱台湾记者欧国琴道